男友的鸡都是三样的老母鸡 那就是淘汰蛋鸡呗 不是 淘汰蛋鸡它只剩蛋 我们这个还溜达溜达了 那你这个成本多少钱呀 30多了 那淘汰蛋鸡不是便宜吗 不是不是说10块钱三个吗 怎么可能 有多少都搞多少来 风干鸡就是从我们这起源的 我们风干鸡啊 据现在已经有1800轮的历史了 全国的风干鸡啊 都没有我们这里的历史悠久 咱这一天能载多少只鸡啊 我们一天的话是载个3万只 忘记的时候差不多有个5万只左右 咱们一年的话是500万只鸡 这样的池子一下有十几个 我们这个盐呢 每天都是炒好的 是用8种大料炒了两个小时 才炒成这样的 你看这个烟机简单了 我们这师傅都是十几年的功底了 一把下去啊 不多不少刚好发钱 以前人穷 恨不得一只鸡啊 吃一年 所以啊放个三两年 现在人都注重健康了 所以一点不咸 咱这鸡需要腌多少时间啊 一天零16个小时 我们还要控制它的湿度 干度 温度 我们十里铺啊 有200多家做这个风干鸡的 每家的做法都差不多 但是口感都不一样 就凭我们这个销量 在整个十里铺啊 都得算得上鸡王了 别人都说 我们这老板是鸡王 我就是传说中的洗鸡王 早上是五点钟 有的时候两三点钟就来了 那你这一天能洗多少只鸡啊 在五六个人中间 我是最快的 每天都可以洗两三万只的 我专业洗鸡二十年 手比那个洗衣机都还快 这有一万只 马上要风干了 半天的量 咱这风干机要风干多长时间呀 夏天的话 晒的话得晒半个月 冬天的话得一个月左右 那不是人现在风干机都不在外面风干吗 不是怕不卫生吗 那风干机不风干 那还叫风干机吗 这怎么能看出来这个机就是风干到时候了呀 你看这个机色泽金黄都透光了 风干的刚刚好 那这个为什么这么多油呀 老母鸡它储存的脂肪 当机的话它就没有那么多脂肪 咋它方便包装 垂过来还肉香一点 二刷十里铺的风干机啊 先来一口 不会是经常溜达的机啊 见过生的机 它这个鸡腿这样的肉啊好弹呀 来湖北这边吃这种咸货啊 它较于以往的那种咸货 它没有那么咸 就算我现在空口吃啊 它这个咸的我感觉也是征征好好的 这个风干机的吃法还是挺多样的 煮着吃 蒸着吃 炖着吃 下火锅炒着吃 看家里来朋友客人了啊 直接整出一炸鸡 做法也不要多样 这刚好就是盘菜 也不要方便 最主要是风干之后 它里边的油脂啊是脱出来的 所以他吃的这个啊 不是特别不油不腻的 谢谢大家